地震重創花蓮交通部長王國財今天證實 將對花蓮觀光陣型提出三階段方案 以對觀光旅遊業者相關減免措施為優先 而對旅客到當地旅遊的補助方案內容 觀光署也正在研究中 補助方案啟動時間可能會落在五到六月 另外國道六號延伸花東 以及花東快速道路都將進行可行性評估 交通部上午副立法院 進行花蓮強震應變報告 交通部表態支持花東有安全回家的路 國六東沿花蓮已啟動路廊探勘與地質調查 而花東快速公路 今年八月可行性報告會出爐 至於花蓮強震重創當地觀光 交通部證實將有花蓮觀光振興方案 分三階段執行 第一波就是相關的一些減免措施 然後第二個第二波是這個 包括他們現在有些方式受損 住在外面 讓他們去助理旅館 那第三波就是當重建做完以後 包括自由行跟團客的補助 交通部表示強震後重建設計各部會 行政員將會整個單位方案 統籌拍板實施時間 預計對於鐵公路跟觀光 共會有新台幣三十億元易住 而國旅往花蓮給予補助 團客與自由行都有方案 正由觀光署沿逆當中 估計最快五到六月間上路 學者分析 強震估計讓花蓮觀光減損一技收益 間接也影響來台觀光客人數 待國旅市場逐步回復後 也建議要對國際旅客啟動行銷 尤其過往喜歡造訪花蓮的日韓旅客 可透過旅行業者傳達最新景點訊息 吸引遊客回流 記者薛林堅綜合報導